伯仁传,佐梁娜的父母指导他修行,伯仁的父母干啥去了? 伯仁传172集已经更新,次次更新剧情中,伯仁因为使用压缩螺旋丸后体力消耗太大而昏睡,等到醒来时却听到不能多次使用新招式的消息,而佐梁娜前往医院探望伯仁 当佐梁娜提起佐柱和小英都在帮助自己修炼时,伯仁并没有羡慕,因为自己已经走在了佐梁娜的前面,新螺旋丸已经开发完成,那么,伯仁为什么也不找名人和初恬帮自己修炼呢? 伯仁的压缩螺旋丸,因为把螺旋丸的密度给压缩小了从而提高了威力,但是对于手臂的负担还是蛮大的,卡卡希特地主副伯仁不能多次使用,这和名人的螺旋手里剑很相似 名人当初费了很多心血,开发出了螺旋手里剑,威力演得却很大,一发直接打倒了角都,之后的刚手看了角都的伤口和名人的手臂后,也是督促名人不能多次使用 否则手臂会支持不住,名人在后来驯服了九尾,在九尾模式下使用螺旋手里剑不会对手臂有负担,而伯仁没有九尾的加持,想要无伤使用压缩螺旋丸是不可能的 正当伯仁走出院门时,恰防碰上了来探望伯仁的佐良娜,伯仁称自己的新招式已经八成,佐良娜也称自己在佐助和小英的训练下,每天稳定进步中 佐良娜是佐助和小英的女儿,完美继承了佐助的血轮眼和小英的怪力 佐助是除了佐良娜以外拥有血轮眼的人,所以关于血轮眼的知识也只能询问佐助了 而小英也是木野少数的怪力忍者,另外一位会怪力的刚手已经退演,所以关于怪力的控制也只能询问小英了 故此佐助和小英同时在训练著佐良娜 而伯仁的父母就不一样了,伯仁的父亲是名人 母亲是日向一族的雏田,伯仁并没有继承名人强大的查克拉,也没有继承雏田的白眼 所以就算找两人帮助自己修行,修行的成果也不会比卡卡西教得大 毕竟两人都没有当过指导老师,这方面比起卡卡西肯定是要略去一筹的 出田顶多只能教伯仁提出而已,至于名人走的是大的路线,螺旋手里剑,大鱼螺旋丸,超大鱼螺旋丸这些都要查克拉支持 对于伯仁来说现在无论如何修炼都是绝不会的 而且名人整天忙碌于火影的工作,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教伯仁 出田则是在家带助向日葵,每天给伯仁送送便当,给名人送送换细衣物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 再见 再见